台湾大型音乐祭越来越多元了 去年在桃园耗资上亿打造的乐托邦 乐托邦国际音乐节 今年春假又再次展开 去年在桃园登场的Luketopia音乐祭 首次举办就吸引近三万人次朝圣 结合音乐 艺术 美食和露营活动 带来最贴近大自然的湖外音乐派对 我觉得特别就是因为有三个舞台 然后就是可以如果想听不一样的音乐 就可以跑来跑去 然后有不一样的感受 跟看到不一样的DJ 因为里面有很多一些创意的东西 可能去玩一些游戏 所以我觉得可以跟朋友一起去玩 也蛮好玩的 即将于春假期间再度展开的Luketopia 今年最大的看头就是邀请到DJ Snake压轴演出 以多首神曲红遍全球 并在YouTube创下21点播率 即将跨海登台已经令乐迷引紧期待 这场台湾原创的音乐季活动 为期两天 网络多达50组重量级DJ 势必将成为国内外院领朝圣体验的音乐盛典 东三新闻 卢皮农 萧景云 在台北最后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